Lets Unbox! 我是刀鋒 上集我們就去南記吃粉麵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這條影片 如果沒有看的話可以檢查下面那個上次的連結 上次我跟Pow留夜去吃香港仔南記粉麵的時候 被阿姐要求阿刀換了這兩架車仔 不知大家有沒有印象 原來香港仔南記粉麵的Marketing一位同事 原來就有看我們爆香兄弟的影片 他說見我們這麼喜歡 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哇! 棍啊! 給了我們 哇! 齊了一聲啊! 好棒啊! 他就說第一來你又喜歡 二來也希望可以推介給其他喜歡的懷舊情景 或者草車的朋友 可以分享到今次南記粉麵四十周年 這次Cost Over這麼漂亮的套裝玩具 好! 事不宜遲 先跟大家開玩玩吧 嘩! 哇! 哇! 說得這麼快 將全部的四十周年的情景 就已經砌好了出來 好了 那因為呢 今次呢 他就不是跟一些 chip機品牌合作 他跟這個Tiny 合作了 他就推出了這個 南記粉麵四十周年的紀念 這套模型 大家都知道 Tiny其實是一個很出名的品牌 其實之前呢 都推出過很多香港的街道 例如旺角街道 或者小販檔 都推出過很多很精細的情景模型 這次呢 跟這個南記粉麵四十周年合作 幫他推出了這一套 那我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套堂樓是什麼 其實呢 它就是南記第一間店舖的堂樓 相當之有紀念價值 不過呢 大家知道 它的精細度實在太高了 所以 組裝的技術 都需要相當的要求 譬如 這些很小的路牌 燈牌 或者招牌 槍 等等 都浪費了很多時間去貼貼紙 因為其實太精細了 所以都用了不少時間去貼貼紙 還有呢 它的路面要提醒大家 都比較鬆散 所以呢 我覺得 雖然我不知道大家怎樣玩 但是呢 建議大家都是 DISPLAY為主 因為其實呢 如果不見了一塊路面 都很嚴重的 有時間去找吧 好了 這個黃色的Van仔 其實上次都在南記食品的時候 職場跟大家玩過的 那這隻呢 就是南記呢 當初開補的時候呢 剛剛初代用的Van仔 那現在南記的分店又多 客人又多 那所以呢 其實已經 不夠用了 這個車太小了 那所以呢 它現在就用著 這隻大的貨車 那貨車呢 這個車身都很漂亮的 印上了什麼招牌春卷 番茄麵 酸辣 清湯 那些人氣的商品 都有印在車上 最重要呢 我發現後面的車尾板 是可以揭起來的 嘩 超精細 超漂亮的 那現在是合金做的 那這兩架車呢 都很重手 那相當之正的 那另外呢 這個上次也有介紹過 但是也要說多一次 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呢 這個人仔呢 其實就是他們3D了 3D了 他們老闆的樣子 就是南記的老闆的樣子 那一開始呢 其實它是沒有店 那就是在黃竹坑 就擺放這些車仔檔 是起家的 那所以呢 這些公仔隊的員工來講 相當之有紀念價值 不過呢 我得到一個消息 也挺搞笑的 那因為呢 我心裡想著 老闆這麼重要 肯定是限定商品 原來不是的 那這次呢 它有一架限定的商品巴士 那這架很重要 因為呢 我聽到一些負責人說 他們的員工都要搶 因為其實呢 這架車呢 就限定 我聽到就好像 200架 限定200架 那就一定呢 要去南記 吃粉麵 才可以換到這架巴士 因為這些呢 如果你在其他店舖 或者Tiny 都可以找到的 那這架巴士 就一定要去南記 那裏才可以換到的 那上次也和大家說過 最令阿刀驚訝 就是這架 是一架中巴 可能有些年輕人不知道是什麼 那就是一些 過海的巴士 是沒有冷氣的 過海巴士 那麼 藍色椅子和藍色Tiny 就是這架中巴的代表顏色 來的 那麼 對於阿刀這些 30左右的朋友來講 充滿了童年回憶 加上呢 真的也是合金 非常之重手的 而且呢 車上面的廣告 也都非常之有懷舊的感覺 最重要是什麼都要再說一次 限定 40周年成 這個Tiny 和南記粉麵的限定產品 我想之後呢 如果有很多巴士迷 也是一個很搶手的商品 來的 好 那先說回樓 因為樓實在太重要了 剛剛我們也說過 就是南記第一間店舖 樓宇的情景 做了一間堂樓 那我們呢 組裝的時候呢 都發覺是相當之困難 因為呢 真的很仔細 無論是那些 閃縫 鐵欄 那些窗框 冷氣 那樣東西 都很微細 要逐顆自己拆上去 因為你看到這份說明書 都分得很仔細 也是一個微影Tiny的 一個賣點之一 同樣地 他都很注重大家玩家的設計 和創造性 所以呢 他的隨盒也送了很多不同的招牌 啊 或者是一些店舖 看到呢 最喜歡的熊兄玩具也有 很棒 那大家呢 也可以買回其他Tiny系列的街道情景 或者樓宇 去陷入一條很大的街道 任大家 玩家自己去發揮 因為他都沒有固定 哪些東西要在哪裏 所以呢 我覺得 都頗有延續性 大家可以 如果家裡夠大 啊 那就可以組裝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情景出來 那 不過呢 我們爆想兄弟呢 一看到這麼漂亮的情景 就情不自禁 想到一個很好玩的方法 就是 不會更大 我第一件事呢 就很想把歌詞拉下去 就像我去看 還不錯 不過現在看到的問題 其實它的比例其實有少少問題 因為它沒有想著 你將所有不同系列的東西 放在一起 所以你會見到 它的Van是跟雙層巴士一樣 那麼高 其實它的比例就是 沒有去做一個比較 你分開逐件逐件玩就可以 可能它真的沒有想過你全部東西放進去 而且我上次也說過 老闆是大個Van 哈哈 都是因為它不同的Line 所以它沒有去做一個比例的比較 但是不要緊 我就這樣放在這裡 你不要計算小的位置其實都很漂亮 南記會送出 六架小車給各位 在看今集《爆雙兄弟》的兄弟 如果大家有興趣 想知道如何得到 這六架小車的話 記得留意我們影片下方的詳細資料 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如何得到這些小車 好 說了那麼久 一說起南記 又肚子餓 喂 阿豹 吃東西了 哈哈哈哈 喜歡這集的內容 希望你按讚和分享 以及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好了 真的不說了 很肚子餓了 拜拜